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已经完成了上网的一个人口普查的回答 大家这件事其实就像我们调查专员Carol跟我们讲的 其实真的就是十分钟的时间 希望大家这么长的时间不差这十分钟了 希望大家认真地完成这样一个工作 这个重要性Carol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很多次了 今天我们又把他请到我们节目上来 再次跟大家强调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和人口普查对我们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出了问题应该怎么办 当然我们首先欢迎Carol上我们的节目了 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说到这一点呢 其实我也能碰到过一些朋友 他可能错过了online的回答的时间 他当他收到了一个问件调查是一个传统的一张纸的时候 填错了怎么办能修改吗 这张这张问卷这张纸张问卷了一旦寄出去 或者一旦他在网上说我完成了填写 一旦发出去那就不能够再更改了更改发现有资料错误的情况下 这个工作可以安心的留给我们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去做 我们会对每一份收到的普查问卷都会进行就是一个检查 确定说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填完毕了 如果说有重复的填写 有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把儿子填上去了 没想到儿子又找时间 另外在办公室的时候又填了一次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信息的重复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进行把这个信息确认了以后 会进行一个更改 但是这部分的工作可以安心的留给我们普查局的工作人员去做 大家只需要记得抽出十分钟的时间 先把这个工作完成 问题就是怕的很多朋友当时 所以其实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当你填完表一定要做个检查 特别在你寄出之前 你一定要做个检查 如果你发现有任何不妥 放在那里 先不要寄出去 或者online也先不要送出去 等着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请教以后 他来帮你做必要的修正或者说更正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正确准确和完整的一个答卷了 当然说到人员了 我们就要请教您了 我们知道您是这个协调员 武汉也听人说过还有什么专员 都有什么 如果说我在家里 我会expect什么人上门来 到我们家来 这个来帮助我 或者说我 你也知道 现在大家都有点alert 对很多人通过什么电话呀 信件 人的事 我们怎么证明他是人口普查局的人 或者都什么人应该到我家来 对所以到了5月中旬 如果在我们的系统里头 还有具体的某一个住户 他还没有完成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就会派之前已经招聘好的这些 由大家的社区里头招聘到的这些人口普查专员 上门来希望在我们的协助下 帮您去完成这个人口普查表 那这些人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佩戴一个工作卡 在他们的脖子上 胸前佩戴这个工作卡 工作卡上面会有他们的姓名 以及他们的工作卡号 还有他们的相片 大家可以先记录下来这些信息 然后通过拨打一个电话 确认说这就是人口普查专员 您眼前看着的这个人 确实是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 那可以请他过两三天以后 等您确实了他的身份 让他再回来帮您完成这个人口普查的问卷 同时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只是 也是一个提醒的作用 那您也可以跟他讲说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我这两天会自己到网站上面去完成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除此之外 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朋友 你也知道 大家现在错过了 有些事情就像我报税破过了吗 我们可以研 跟2S说 我可以这个make attention 我们的人口普查能够研吗 我们在网上的这个问卷 会一直由3月12号开放到7月 所以大家哪怕是人口普查人 已经上门到访说 希望通过我们的协助 帮助您去完成这个填写 您还是可以先告诉他说 谢谢您的提醒 我会这两天抽空到网上去完成 因为这个网站是一直到7月的 只要您上网 只要您打电话 还是可以看到一份中文的问卷 有中文的接线声 来帮您完成这份问卷 我知道在我们华人社区 其实有很多朋友 在往返于中美两地 不管是大陆台湾还是香港 有的人可能一在外海外 可能一待就待几个月 他可能确实不是有意的 他真的是工作 或者说因为其他事情 他耽误了 可能我8月份回到美国 我突然发现 我的人口调查的问题 我还没有去填写 可是我又想填写 都已经晚到8月了 还有机会吗 估计8月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个调查 对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是在其他的地区 当然也要看这个人 在这半年里头 有没有在美国居住过半年 或以上 他也许就是美国的居民了 对 那他就应该还是想办法看看 有没有亲戚朋友 还是在就家里 美国的家里有没有自己的老婆太太或者是儿子 可以先帮自己 可以记得也要帮自己包括在问卷上 对 那他就不用自己亲自去做 可以让家人记得要把他包括在同一份问卷里 所以最好不要把他耽误过了7月份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单线 但是呢 最好不要过了 因为到了8月份 就像我Carol讲的 整个人口普查呢 就会全部的这个停止了 因为实际来讲 10分钟的答卷 给了大家5个月时间够多的 应该说这样已经是足矣了 还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换句话来讲 就是说我们这个答卷都已经答完了 可是呢 如果说我已经记出了 或者我已经按了一个online send 突然发现 哎呀我想起来 我可能某一个信息填错了 还有办法更改吗 当大家真的发现信息有误的时候 但您又已经是填写了这份表格 剩余的工作就会由我们人口普查区的工作人员 去进行这个信息的合适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在普查的表上 真的有一个非常 比如说是重复了的问卷 那我们工作人员会进行一个核实跟筛选 所以大家是 主要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记得抽出10分钟 先把这个工作完成 余下的核实工作跟统计工作 就可以安心交给我们普查工作人员 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或者也算问一个 应该说不应该发生的问题 我没参加人口普查 我会有什么麻烦吗 县法有规定了 每一个住在美国的人 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都应该有义务去完成 那他是有可能会被罚款的 但是我们毕竟人口普查局不是执法机关 所以我们不会去强力执法 我们更希望是通过跟不同的媒体合作 跟不同的社区领袖社区的这些机构合作 来鼓励大家一定要重视2020的人口普查 希望大家尽量的抽出10分钟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 找10分钟的时间完成会影响我们 接下来10年福利的人口普查问卷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了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很有兴趣 我也这个啊 虽然10分钟不是个麻烦的事儿 我填完了 我如何来能够看到我们人口普查以后 能在我们的社区或者在我们的社会 能显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征 可以到2021年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哦 我们社区不一样了 多盖了一个老年中心 或者说我们准备要多盖 多增加一个小学 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或者说让我们这些参与者会觉得说 哎 好像something happened 大家可以在2021年初上到Sense.gov的这个网站 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2020的数据报告 看看人口的分布的变化 这也是一个数据给到联邦政府 告诉他们到底在加州 现在有多少的人口居住 在Texas州有多少的人口居住 也能够让我们的地方政府更多的了解到 原来这个区域现在有了更多的人口居住了 是否需要更多的公共建设 更多的学校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那这些报告大数据的报告 会在2021年初就可以通过上 这个Sense人口补查局的网站获取到 包括过去2020年 2010年跟2000年的人口补查报告 都可以直接在我们人口补查局的网站上看到 你知道我一说这话让我一下想起来 什么人最应该去看呢 卖房子的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人口补查会告诉这buyer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区 这个区有多少这个人这个人这种人 然后你这孩子住在你会受到什么 所以应该说这个效果会很容易的通过 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学校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啊商业的运作 你会感觉到调查 每10年这个调查会在社区有不同的反应 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要再请您帮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换句话来说 还是要打消一些我们朋友的疑虑 那就是说 真的我的资料不会被别人拿走吗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Facebook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站也好 我们甚至包括我们credit card去买东西 就莫名其妙收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资料 就是因为我们的个人资料被被外泄了 电话打进来 我们会不会因为参加人口补查 我们也惹了这些麻烦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三个问题 我想要重申的是 第一我们人口补查局是不会打电话给您的 只如果您想完成2020的人口补查问卷 您需要致电致电我们人口补查局的专线 尤其是如果您想获得普通话服务 或者广东话服务是两个不同的电话号码 您可以根据具体的电话号码来写 我们有专人来协助您完成 但我们不会给您电话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第二在人口补查局的问卷 202010年一次人口补查问卷上 我们是不会问及到任何关于您的银行卡 信用卡 社会安全号等等所有这些私人的信息 我们一共只会问您9个问题 然后包括所有您提交的这些个人的私有信息 我们都因为项法规定 人口补查局是不会跟任何的机构 哪怕是执法机关去分享个人的信息 这最后的大数据只会是一个生成一个集成数据 来给联邦或者是给到地区政府去更加的了解到 这个地区的人口变化 所以一句话其实跟大家说这么多 一句话除了鼓励大家来积极踊跃的参与之外 另外一个还是要告诉大家放心安全的 不管你是不是公民是不是绿卡 或者说你在美国居住 甚至你有没有过去一些不良的记录 这个人口调查都无关这些内容 非常简单的9个内容 希望大家花10分钟把它填了 这个不仅仅是你对你的社区有帮助 这也是一个在美国居住的一个居民的 一个起码的义务 再次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能够告诉一些其他还不了解 这个问题的一些朋友们 帮我们多做一些说明的工作 再次谢谢您 我们再次感谢卡罗上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好